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大卫人生的关键时刻 第四篇的信息也是最后一篇的信息 在人生巅峰仍然想到神的人 在人生巅峰仍然想到神的人 大卫是看重神荣耀的人 大卫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大卫也是一个永远不放弃的人 今天谈到神爱大卫的第四个原因 就是大卫是一个当人生巅峰仍然想到神的人 许多人在旷野的日子紧紧抓住神 不敢离开神 但是很多时候一旦离开了旷野 开始成功幸福人生美好的时候 很容易就忘记了神 但是大卫不一样 他在人生巅峰的时候成为大卫王的时刻 他却想起了神 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在圣摩尔记下七章一到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情 王住在自己宫中 耶和华使他安静 不被视为仇敌捞乱 那时王对先知拿丹说 看哪我住在香伯木的宫中 神的约会返在曼子里 拿丹对王说 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 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 大卫结束逃亡的日子 最终他成为大卫王 神拯救他 神保护他 神祝福他 他住在自己的王宫的里面 他在这个时刻 他却想到神 他想为神建殿 他想约会还在会幕的里面 而他住在香伯木的王宫里面 他想要为神建殿 这是好事 也是讨神喜悦的事 因此拿丹说 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 因为神与你同在 但是神的心意 跟大卫的心意 却是不同的 当天晚上 神就向拿丹说话 神拒绝了大卫为他建殿的 这个想法 我们看圣文记下七章五到七节 拿丹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 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直到今日 我未曾住过殿宇 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 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适施 就是我吩咐 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 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薄木的殿宇呢 神拒绝大卫为他建殿 从出埃及开始 神一直与以色列人同在 同行 神在会幕 在帐幕中间行走 神从来没有要求过 哪一个事实说 你要为我建造一个宫殿 从来没有 你知道会幕 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帐幕 因为在旷野的日子里 出埃及的日子里面 是常常要移动的 所以必须可以拆 必须可以装 必须可以移动 所以它不是一个不能动的一个圣点 因此 会幕很重要一个意义是什么 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是一个神与他们同在 神与他们同行的一个证据 是那个证据 所以他们知道神在我们中间 神与他们同行 所以那是一个记号 很重要的一个记号 当然圣殿也是一样 圣殿同样也是神 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个记号 神当然不会没有地方住 神不会没有地方住 整个宇宙都是神的 天地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 所以好像诗篇讲的 神岂是住在人所所造的宫殿吗 神怎么会没有地方住呢 不是的 而是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 因此虽然大卫一心想为神建殿 但是神知道 神也有喜悦 但是神告诉大卫说 你不需要为我建殿 那么建殿可以留给所罗门 原因等一下再讲 总而言之 神拒绝了大卫为他建殿 但是大卫自己住在香伯木的王宫里面 可是在这个时刻里面 他却想到了神 想到了神的家 神的会幕的时候 这件事情神非常喜悦 因此神给他三个方面 三个方面的祝福的应许 神喜悦他 第一个祝福的应许是什么 就是神必与你同在 使你得大名 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 叫你不再跟从羊群 立你做我名以色列的君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常与你同在 剪除你的一切仇敌 我必使你得大名 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神鼓励大卫说 我从羊群中把你呼召出来 使你成为以色列的王 即使你没有为我建殿 但是我还是继续地会与你同在 会使你得胜 得大名 好像过去你在旷野的日子一样 我过去怎样与你同在 现在你住在王宫的里面 我会继续地与你同在 并且使你得胜 让你得大名 你知道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当一个人在很成功很蒙福的时候 仍然没有忘记神的鼓招 仍然想要为神 为神的家做事 神就必定会在让你成功蒙福的时候 继续地与你同在 会继续地使你得胜 阿们 其实这很重要 我们过去在旷野的日子 神与大卫同在同行 使他得胜 但是现在你很成功 你很蒙福 求神帮助我们 像大卫一样 如果我们现在很成功很蒙福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呼召 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使命 不要忘记我们是从哪里出来的 很多时候有一个人 有些人得意就会忘醒 当他成功 当他蒙福 当他一无所缺的时候 一无所缺的时候 他就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他就忘记了他自己的呼召 当你忘记神的呼召 当你忘记你从哪里出来的 很多时候你就失去了神的同在 因为当你成功蒙福 你就忘记了 我觉得这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很重要的提醒 或许你现在不在旷野漂流的日子 或是你现在很成功 很蒙福 很平安 但是如果你忘记了 你从哪里来的 你忘记了神当时给你的呼召 你就会失去神的同在 所以很重要一件事 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求神帮助我们 当我们在成功蒙福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从哪里出发 我们是我们起初的呼召 是什么 我想这也是过去几年里面 我心里面对神常常觉得 有一个亏欠 有个亏欠 就是建立教会这二十年 我一直觉得神是很祝福我 也很祝福我们的教会 这二十年来 神让我们教会一无所缺 神让我们教会 真的很平稳地能够成长 神让我们教会 可以有非常好的事工 非常成熟的事工 我非常感谢神 但是越来越靠近 我服侍的下半场 其实我心里面一直 一直有一个亏欠就是 我在宣教的工作上面 我觉得我对神有亏欠 这是这几年 我常常在祷告里 觉得对神有亏欠 就是当然 我有我自己的限制 语言的限制也好 各方面的限制也好 但我一直祷告 我如何能够突破 我自己的限制 而不要让我个人的限制 而限制的教会 宣教的工作 很感谢神 当然陈卫恩牧师 帮助了我 突破了很多的界限 所以我为什么 下一个十年对我来讲 我能够拆拜一个宣教士 到未得之地 至少一位 能够在未得之名当中 能够建立教会 对我是很重要 也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我会觉得 神这样祝福我们 当我们神这样 神这样恩待我们 我觉得我对神 唯一的亏欠 就是我很希望 能够在有一天 当我结束服事以后 那么到主那里去的时候 至少我们的教会 能在未得之名当中 建立一间的教会 我觉得这样才能够 圆满地回应 上帝给我的呼召 Amen 让我平平安地 可以见主面 Amen 这就是我心里所想的 当我们在蒙福成功的时候 不要忘记我们的呼召 不要忘记我们是从哪里出来的 神就会继续地祝福你 在成功蒙福当中 与你同在 使你得大名 第二个 神必赐你一个地方保护你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 选定一个地方 栽培他们 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 不再迁移 凶恶之子 也不再像从前老害他们 并不像我命事实 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 我必使你安静 不被一切仇敌 捞乱 大卫在旷野漂流很多年 现在神为他选定一个地方 告诉他 我要在这个地方栽培你们 并且使你不再迁移 同时我在这个地方会保护你 使你平安 不像世事的时代一样 被菲利斯人被仇敌搅牢 这对大卫是很大的鼓励跟安慰 因为大卫他一直以来 在旷野里面逃亡 他跑过来跑过去 他是居无定所 过一个逃亡的生活 现在神让他安居在王宫的里面 让他所有的仇敌都被他平静了 所以让他过一个平安蒙福的生活 在那里可以安定下来 你知道 当我们曾经过过漂流的日子 当我们曾经过过逃亡那种 很窘迫的日子 当神让我们 为我们选定一个地方 让我们可以安静下来 安定下来 不再迁移的时候 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你会感受到 现在我不用到处迁移了 这是神选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那里 好好的被建造 不再搬来搬去了 不再躲来躲去了 而且所有的仇敌都已经解决了 现在可以安心地去建造 神的百姓 其实对大卫是很大的祝福 你知道人在很平安 很幸福 很稳妥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感受到一种 因为太幸福了 你知道吗 一切都很好 现在贷款也还完了 结婚也结了 孩子也生了 工作也非常的稳定 这个丈夫很爱妻子 妻子很顺服丈夫 孩子也很孝顺 孩子也慢慢长大 突然觉得说 一切都这样美好 而幸福的时候 因为太幸福了 有时候会突然之间 会有个恐惧 钻进你的思想里面 这种恐惧突然会跑出来 说万一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又回到从前的日子 万一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会不会失去我现在拥有的一切 你们有没有曾经有这种恐惧 有没有这种恐惧 曾经有这种恐惧 会有这种恐惧 因为太幸福了 你知道吗 告诉你旁边的 想太多 就是因为太幸福的时候 太幸福的时候 会突然想太多 你知道吗 因为好像现在没有什么忧虑 一切都很好 突然就会想说 会不会我突然失去一切 又回到从前 你知道 这种恐惧我是有经验的 我好几次觉得 太棒了 好幸福 好美好 但愿在地如在天 天天都这样 但突然因为太幸福 就会想东想西 你知道吗 就突然那个恐惧进来 就开始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会不会有什么原因 突然失去这一切 又回到从前的日子 我在想大卫就是这样 但是神鼓励大卫说 你在平安稳妥的日子 你住在王宫里的日子 仇敌都被你平静的日子里面 你还想到神 你还想到神的家 你放心 这是我为你选定的地方 我不会再让你迁移 你不要担心 你要回到从前 旷野漂流的日子 我会保护你 你好好建造神的指名 我会祝福你 Amen 你知道 当我们在 感觉自己很幸福的 贷款也还完了 房子也固定了 工作也搞定了 孩子也长大了 好像钱也花不完了 好像财务也得自由了 你知道怎么样可以 可以过一个平安喜乐 而且没有恐惧的生活吗 就是 你没有忘记你的孤照 并且你在这个时刻 你想要服侍神 想要为神做得更多 我告诉你 你就不会有这种恐惧 对我们而言 即使我们日子过得很幸福 很美好 我们不会有这种突然的恐惧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宣教 结束之后 马上要做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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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之后 马上还要讨论 哈利路亚 明年在日本 跟日本的团队 要开始开会 去讨论 关于明年的事情 马上 哈利路亚 一结束之后 马上八月 有Mass Talk 弟兄的餐会 你知道吗 告诉你旁边的 没有空想别的 没有空想别的 虽然日子过得很美好 虽然过得很平安 虽然过得很稳妥 虽然很喜乐 可是我们满脑子想的 都是神的事 神国的事 神家里的事 哈利路亚 当你 当你能够想念神 想念神国度的事 神家里的事的时候 你会看见 神在所赐给你的地方 神给你选定的地方 神会继续的与你同在 而且保护你 哈利路亚 这三个 神的祝福是 神必为你建立家世 直到永远 你受处满足 与你立主同岁的时候 我必使你的后裔 接续你的位 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语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 神祝福大卫 神爱大卫 当然也爱大卫的家 同时 神也一定会 祝福大卫的家 使他的后裔 接续他的位 而且坚定他的国 直到永永远远 当神祝福你 他一定会祝福你的下一代 因为你自己蒙福 如果你的下一代不蒙福 你觉得你蒙福吗 你觉得你蒙福吗 不会吧 当你自己很蒙福 如果你下一代不蒙福 说真的你很痛苦 你不会感受到 那是真正的幸福 其实我们人生 到了一定的阶段 你发现 当然我们自己很蒙福 很好 可是 可是我们最 让我们最感受到快乐 跟幸福 跟满足的是什么 看到我们的下一代也蒙福 他们也爱神 他们也服侍神 那是我们心里面 真正的满足 真正的喜乐 Amen 很多的时候 甚至我们可能 有人信主的时间 比较晚一点 所以我们还在承担 过去在世界里一些的苦楚 所以我们这一生 还是有很多的辛劳辛苦的地方 可能因为信主太晚 或者过去不顺服等等 但是虽然我们过得有一点辛苦 但是我们最快乐的是 至少我们的下一代 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 他们是在教会里长大 他们是被遮盖 被祝福 被成全的 即便我们自己苦一点 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们 是蒙福的 我们心里面也满足 也喜乐 Amen 所以当我们说神祝福我们 不会只有祝福我们而已 而且祂一定祝福我们的下一代 这才是真正的 让我们感觉到 哇 我们很满足的 因此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 你知道我们如何 让神给我们的祝福 能够传承给下一代 是借着信心来传承的 必须是从神来应许的祝福 这样的祝福 才能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神 Amen 以扫有没有 以扫没有 以斯拉利有没有 以斯玛利没有 你会看到 以扫他是依靠刀剑而得胜的人 依靠刀剑而蒙福的人 是用世界的方法去蒙福的 这种依靠刀剑 依靠世界的方法 而得到的祝福 是没有办法传递给下一代 就算你传递给下一代 也不是祝福 因为那是用世界的方式 得到的祝福 而只有在信心的里面 因着信心 从神得到应许的祝福 这个可以传承到你的下一代 而且一代比一代更加的蒙福 大家说Amen 所以你看到神祝福大卫 而且祝福他的下一代 求神帮助我们 当我们在蒙福的时候 在成功稳妥的时候 求神帮助我们 像大卫一样 不要忘记我们的护照 不要忘记我们从哪里来 不要忘记神的恩典 你会看见 神会让你的成功蒙福当中 继续的与你同在 继续的保护你 而且祝福你的下一代 哈利路亚 你知道很多的人 很多的人 他过去在旷野的日子 紧紧抓住神 然后不敢离开神 等到他成功蒙福了 事业做大了 婚也结了 孩子生了 房贷也还清了 他说我不要服侍神了 我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了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啊 他就失去他的呼召 失去他的命定 也失去他的同在 甚至也失去神的保护 而且活在恐惧的当中 因为很害怕 哪一天会不会失去这些 一直活在这种恐惧当中 很容易怎样 想东跟想西啊 了解 但大卫不是这样的人 因此神要祝福大卫 而且大卫让我们学习到一件事情 就是当神说神要祝福你的时候 什么是我们正确的态度 当神说神要祝福你的时候 什么是我们正确的态度 神要祝福你的应许 都写在圣经里面 所以每一天当我们QT 默想神的话的时候 都是神向你说话 所以每天读神的话 里面有教导 里面有督则 里面也有警告 像最近QT警告我们 不要像那个以色列王和军长一样 看得到吃不到 有警告 但是也有祝福的应许 阿们 所以每一次 当我们读到祝福的应许 或者牧师要用神的话 去祝福你的婚姻 祝福你的工作 祝福你的服事的时候 什么是我们正确的态度呢 当神说要祝福你 我觉得我们面对神 要祝福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你看到大卫 当神说我要祝福你 在这三个方面的时候 大卫的反应是这样 于是大卫王进去 坐在耶和华面前说 主耶和华我是谁 我的家算什么 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呢 你看大卫 你看大卫 大卫说什么 神说我要祝福你 大卫说 我是谁 我的家算什么 一起说 我是谁 我的家算什么 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呢 大卫的意思是说 我不配 大卫的意思是说 我真的算什么 你祝福我到这些 已经远远的超过我所求所想 大卫真的是一个 很感恩的人 很感恩的人 所以我想 当神说要祝福你 我们第一个反应 就像大卫一样 我算什么 我真的算什么 我的家算什么 你竟然使我到这样的地步 所以没有人是 配得神的祝福的 没有人是配得神 这样祝福我们的 而神竟然这样祝福我们 我们对神充满的感恩 阿们 而且接下来 当神说祝福大卫的时候 大卫有三个态度 是很重要的学习 第一个 当神说要祝福你 赞美神伟大 大卫马上说 主耶和华除了不配以外 他马上说 主耶和华你本伟大 照我们耳中听见 没有可比你的 除你以外 再无神 当你下礼拜一进公司 突然收到一个email说 老板说 这个月开始 你升官 你知道 加薪 你的反应是什么 神啊 你本伟大 在我们耳中听见 没有可比你的 除你以外 再无别神 Amen Hallelujah 每一次 每一次我们经历神的祝福 神的恩典 那些没有想过的祝福的时候 心里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当然是我不配 第二个反应 马上是什么 神啊 你真伟大 Amen Hallelujah 当你的孩子 一放榜 超过他所求所想 考上 比他心里中更理想的 更前面的一个志愿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神啊 你本伟大 没有可比你的 除你以外 再无别神 当我们经历神的祝福 跟恩典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就是 称颂神伟大 并且要宣告 你是独一的真神 你知道 没有别的神 从心里面涌出 对神伟大的赞美 因为一切的祝福 从哪里来 从神来 Hallelujah Amen 大卫就是这样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赞美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人 你知道 每当我们领受神 很奇大的祝福的时候 我就想要畅施赞美神 我就想要畅施赞美神 歌颂神的伟大 祂是独一的真神 Hallelujah 为我们的神 佩得我们敬拜跟赞美祂 第二个 纪念神的救赎 你从埃及救赎 他们做自己的子民 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 行大而可畏的事 驱逐列邦人 和他们的神 显出你的大名 你曾建立你的民 以色列 做你的子民 直到永远 你耶和华 也做了他们的神 每一次当神说 要祝福你 让我们回到十字架的救赎 好像以色列一样 若不是神的救赎 神的拯救 神的拣选 以色列百姓 仍然活在奴隶的生活当中 神拯救了他们 释放了他们 并且神说 我要做你的神 你要做我的子民 大卫当他领受神的祝福的时候 他回到去纪念神的救赎 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 当你蒙福的时候 当你神说要祝福你的时候 除了一开始赞美神之外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要思想 回到十字架的救恩里面 若不是神拣选你 若不是神为你的罪死 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 若不是神 神拣选了你 使你成为他的儿女 今天所有神的祝福 与你无分 与你无关 今天我们能够蒙福 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而是因为神拣选了你 神无条件地爱你 因为你是神的儿女 每一次蒙福的时候 每一次当你 神说要祝福你们的时候 我们从心里面 对神的救恩献上感谢 每一次我们回到 回到十字架的面前 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能够蒙福 我们得平安 最得赦免 能够我们的儿女能蒙福 只有一个最根源的原因是什么 是耶稣基督的救赎 阿们 因此每当我们蒙福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思想十字架 更多的思想十字架的救赎 你心里面对神更充满的感恩 同时每一次当你蒙福的时候 你更多的思想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 你心里对神的应许 你有更大的确据 更大的信心 哈利路亚 因为你知道 所有的祝福 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 所有的祝福 神给我们所有的祝福 都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哈利路亚 第三个 第三个是我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一个很颠覆性的一个真理 就是祷告神坚定应许 这我们一起来读 很重要的经文 请 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 主耶和华 唯有你是神 你的话是真实的 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 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 可以永存在你面前 主耶和华 这是你所应许的 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 我超喜爱这段经文的 你知道 大卫当然觉得自己不配 你知道 我是谁 我的家算什么 你对待我到这个地步 接下来呢 接下来说 既然我不配那就算了 既然你祝福我就很多了 圣地就不用了 后面就靠我自己了 是这样吗 不是 不是 大卫说 所以啊 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 我超喜欢那两个字 是什么 大胆 抓住神的应许 神啊 你说你要祝福我 既然你是神 而且你的话是真实的 你也让应许赐福的福气赐给仆人 然后呢 我大胆向你祷告 按照你所应许我们的 永远赐福于我的家 这是你应许的主耶和华 因为你永远赐福 你赐福于仆人的家 我大胆向你这样祷告 哈利路亚 我翻译给大家听 当我的祷告就是这样 神你说要祝福我 神 你是说话算话的神 而且永远不说谎 而且你是信实的 而且你是大有能力的 神 你知道吗 我相信你的 所以请你照着你的话 永永远远赐福在我的身上 我大胆地向你祷告 意思就是这样 有没有很帅 有没有很酷 难怪神这样喜悦大卫 难怪神这样的爱大卫 我跟你讲 这样的祷告 大卫这样的祷告 神真的是没有办法拒绝 神真的是没有办法拒绝 上帝爱死大卫了 当神说我要祝福你 大卫说我不配 然后接下来说 神你何等的伟大独一的神 神谢谢你拯救了我一切的祝福 从救恩而来 神现在我大胆向你祷告 照着你说的 永远祝福于我和我的家 因为你是信实的 你是独一的真神 你知道 所以现在求你祝福我 从现在开始祝福我 这样的祷告 真的感动啊 感动啊 神没有办法拒绝 你知道有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啊 有些人很难搞 有些基督徒很难搞 你知道 我先讲有些人很难搞 就是他可以帮助别人 他可以请别人吃饭 他可以祝福别人 但他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祝福 他可以请你吃饭 他绝对不给你请 你知道吗 他可以送你礼物 他绝对不接受你的礼物 你知道 有没有很麻烦 他觉得我不要欠你人情 你知道 有些人觉得我不欠你人情的 你知道 我祝福你 我帮你 可以的 但是你要帮助我 你要请我吃饭 你要给我留 我拒绝 因为 我觉得我不想欠你人情 有没有这种人 所以请他吃饭容易吗 很不容易 你觉得他对你很好 你想要给他祝福容易吗 他统统拒绝 同样的 对神也是一样 对神也是一样 他可以服侍神 他可以做很多 很多的事工 很多的服侍 但是神说 我要祝福你 他说不必 不必 我靠自己就好了 我不要欠神人情 我不要欠神人情 有一些人真的就是 很难搞 你知道吗 所以有些人 你请他吃饭 请他一次就不想再请他 因为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这个也不行 那个不行 真麻烦 你知道吗 只是吃个饭而已 真的很麻烦 搞得大家都 都好像打一场价一样 了解吗 有些人很爱请他吃饭 为什么 因为请他吃饭 都好吃 谢谢你 你知道 多点一点 你知道吗 那请的人就很开心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说 这也很棒 那也很棒 充满了感激 所以每次你想要请吃饭 就想要邀他 因为请他很有成就感 你知道吗 这也好吃 那也好吃 你知道吗 这也很棒 那也很棒 然后很感恩 这样子 你就觉得 请他吃饭 真的很舒服 你知道 上帝也是一样 有些基督徒就很难搞 你知道吗 上帝说 要祝福你这个 他也不要 祝福你那个 他也不必 你知道吗 上帝这个 祝福那个 反而言之 有时候很难搞 有些基督徒 真的就是很难搞 你知道吗 上帝给他这个 他不要 给他那个 他也不要 你知道 到底你要什么 这不是你祷告的吗 给你的 你这个 这个 那个 有些基督徒就很 而且不感恩 你理解吗 都不感恩 觉得我不要见神人情 你知道 上帝就说 这种人 真的这么难搞的 基督徒 算了 都不要祝福他 因为祝福他 也很麻烦 这也不高兴 那也不高兴 这也不喜欢 那也不喜欢 要祝福谁 大卫 阿们 要祝福大卫 阿们 因为祝福大卫 真的 祝福大卫 真的超好的 随便给他一个祝福 他说 哎呀 我算什么 我的家算什么 上帝你竟然对我这么好 你知道吗 然后马上就称颂神伟大 神你独一的真神 马上就回到说 主谢谢你 为我舍命在十字架 然后马上就祷告说 上帝啊 现在照着你应许我的 我大胆向你祷告 我真的相信 你会祝福我 我说真的 大卫让人很感动 要不祝福他都不行 哎 告诉你旁边的 不要做个难搞的基督徒好吗 给你这也不高兴 给你那也不高兴 给你这也抱怨 给你那也抱怨 到底你想要什么嘛 从来不感恩 你知道吗 老是觉得 上帝对别人比较好 让我们像大卫一样 我告诉你 神会一直祝福你 一直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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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着他的应许 大胆的向神祷告 阿们 最后大卫 列拜至上 二十七章 二十九章 二到三节 我为我神的殿 已经尽力 预备金子做金器 银子做银器 且因我心中 爱慕我神的殿 就在预备建造 圣殿的材料之外 又将我自己 积蓄的金银线上 建造我神的殿 你看大卫真的很爱神 而且 圣经说 他爱慕神的殿 在 历代至上 二十八章三节 大卫 神解释了 为什么不让大卫 建殿 因为他是一个战士 流太多人的血 所以神不要他建殿 神要把建殿的机会 留给所罗门 大卫很想为神建殿 有能力建殿 所以 所以 他也很想建殿 但是神不要他建 他就顺服神 他就顺服神 大卫就不建 我觉得这很了不起 而且他不建之后呢 他自己说 尽力地 为建殿预备 把图画好 预备金银 而且把自己的积蓄 私房钱都献上 自己不建 但是他预备 预备 让所罗门建殿 我觉得这是 很不容易的顺服 我觉得 这让我非常感动的顺服 因为大卫很清楚 不是为自己建殿 而是为了谁 为了神建殿 他不是为自己建殿 他是为了神建殿 所以他很顺服 你们不一定能够理解大卫 这种顺服有多难 我约略能够体会一点 你知道 我们教会大概 三千分堂加起来 差不多三千人左右 会众 其实过去服侍二十年 二十年 我一直有一个 有一个属世的压力 宗教世界的压力 就是 我虽然不断地寻求 要买地 要建堂 但是神好像都没有带领 神好像没有带领 所以老实讲 我听见 别的教会建一个很漂亮的会堂 美和堂 4002堂 新生南路 那一堆了不起的教堂 我们教会人数并不比他们少 说真的我心里面 别人 宗教世界 别人问起来 一见堂没 一见堂没 虽然我心里面总是会有一点点 酸酸的吧 增进也好 嫉妒也好 你知道一个成长型的牧师 少了一个了不起的 巨大的会堂 千人以上牧师 多少有一点点的 遗憾吧 这样子 属世界的遗憾 这个是我懂的 我懂的 但神就是没有带领 但是我祷告 你看大卫 他知道他是为神建殿 不是为自己 大卫一生武功盖世 他真的是建立一个荣耀的大卫王朝 老实讲 他少了一个伟大的圣殿 对他是不是一个遗憾 是 但是大卫顺服 你知道吗 大卫神不要他建 他就不建 他不建 他也不是摆烂 他预备所有的一切 让下一代见 我说真的 读这一段 我很受安慰 我也很被鼓励 很被鼓励 或许 神不要我拥有一个大的会堂 神不需要 我们教会不需要一个大的会堂 我不知道 也不一定 但是感谢神 感谢神 让我们很好地建造神的家 建造神的家 所以上帝安慰我说 你们就是我的荣耀 这是保罗讲的 不是圣殿 是我的荣耀 就不要管宗教世界的想法 快乐地来服侍神 但大卫容易不容易 他很不容易地顺服 所以你知道吗 你对神的心 比你做什么更重要 顺服神 比你做什么更蒙福 真的 神很爱大卫 大卫也很爱神 并不是因为大卫没有犯过什么错 但大卫始终爱神 他最怕的就是得罪神 神离开他 他在他人生巅峰的时候 他仍然想念神 想到神的会目 因此即使他没有为神鉴定 他在人生巅峰的时候 他一样地爱神 所以神很爱他 神坚定地给他一个应许 在他人生巅峰的时候 神会继续与他同在 保护他 祝福他的家 而大卫对神要给他的祝福 没有说我已经够了 他会用信心领受神的祝福 并且相信神会祝福他 我们需要明白 你对神的心 比你做什么更重要 很多时候随着年龄也好 人生不同的季节也好 可能有些事情 神要让我们下一代做 或者我们体力各方面不如从前 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奔跑 但是我们的心仍然是爱神的 或许已经不像从前 可以做得到那样 但是我们仍然爱神 或许我们从前从第一线 现在变成拉拉队 为他们鼓励 神知道我们的心 但是我相信 你的心神知道 神会更愿意 在你平安稳妥 成功蒙福的时候 继续地祝福你 使用你 保护你 祝福你的家 与你同宅 因为你在人生最巅峰的时候 你仍然想到神 想到神的家 仍然愿意顺服神 阿们 我们同起立 我们来敬拜 祝福你的爱 祢是我的盼望 生命全在雨里 主啊我可得感恩 祢拯救我的生命 我用什么能以回报 祢完全心事的美善 用我全人全心 来敬拜祢耶稣 我向祢献上感恩 到永远 我用什么能以回报 祢完全心事的美善 用我全人全心 来敬拜祢耶稣 我向祢献上感恩 到永远 好吧我们为自己祷告 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不论上帝给我们什么 我们都心存改机 求神拿走我们的抱怨 当你对你现在的处境抱怨 就是对神的安排不满意 神有绝对的主权 今天神让我们经历一切 那是上帝绝对的主权 当我们一直活在抱怨里面 就是对神的安排 对神的旨意 我们不满意 当我们凭信心感谢神 当我们在一切的生命的不容易中间 仍然看见神的恩典 不代表没有困难 没有挑战 没有一些生命中负面的事 但我们仍然看见 在这当中有神的恩典 有神的保守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感谢神的人 Amen 第二个让我们为自己祷告 不要忘记我们的呼召 不要忘记你从哪里走到今天 不要忘记是神提拔你 让你今天能够平安顺遂 能够蒙福 恩允 能够平安 能够喜乐 不要忘记 这是神的恩典 不要因为我们现在平安稳妥 好像不太需要神一样 就忘记了我们的呼召 跟起初的使命 求神帮助我们 像大卫一样 当你住在王宫 住在豪宅里 仍然想到神 想到神的家 想要服侍神 神会继续的祝福你 Amen 不让你活在忧虑恐惧 神会继续的保护你 并且祝福你的下一代 Hallelujah Amen 向神大胆的祷告 Hallelujah 不要做一个难搞的基督徒 真的 不要做一个难搞的基督徒 做一个常常感恩 并且相信神 大胆向神祷告 抓住神的应许 相信神会祝福我们的基督徒 Hallelujah 像大卫一样 难怪神这么爱大卫 我们都不得不爱大卫 大卫有讨厌的地方 大卫也有不完全的地方 但是大卫就是从心里面爱神 从心里面爱神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 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的心 交在神的手里 一 二 三 同声地开口祷告 耶稣我们向你来祷告 奔典的主 我们恳求你自己 来再一次来提醒我们 当我们在平安 稳妥 成功幸福 一无所缺的日子里 让我们更想要服侍神 更想到神的家 耶稣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难搞的基督徒 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像大卫一样 耶稣不管上帝良给我们什么 我们总是心存感恩 并且让我们是一个大胆向神祷告 抓住神的应许 相信神的要祝福的人 当神要祝福我们 我们赞美神 我们感谢神 耶稣我们 我们相信神的祝福 领受神的应许 耶稣我们感谢神 耶稣大胆的向神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 祝福我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 耶稣朗朗想到神 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哈利路亚 让我们像大卫一样 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一个从心里面爱神的人 神是知道的 阿们 好 早晨我们要分离 阿们 你 �마 按 demol bureaucracy 那 这个 的 ¿ omi